去看过葛代了 这些年 我把家事都为人于葛代 他向来是不敢怠慢 事事亲力亲为 从不假手于人 随着这些年 家业越创越大 府里的人也越来越多 各处的土地庄子 近战款项 也比从前多出了好几倍 他在财政和内务上 的确处理得十分妥当 葛代把这个家 打理得紧紧有条 整日劳累 这么多年 真是难为他了 我欠你 我欠你 和欠他的 实在是太多了 我打算 把家中的事物 交给你管一管 你愿意吗 我当时想替他分忧解难 可是我这个小父亲的身份 太过于地位了 若是由我出面管事 恐怕难以服众 还会引来不必要的事段 你说的不无道理 偏偏哲尔尔赫 又是只会乍乍乎乎 对奴才大呼小叫 没有半点当主子的样子 你觉得折折如何 折折 之前葛代身子不舒服时 家世由折折代管一二 他性格睿智冷静 面对一大家子一百多号人 吩咐下去的事情 也都有条不紊 每一件事情 都做得干净利落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当真如此 我竟然从来没有察觉到 他有如此才能 我曾经还亲眼目睹 他是如何打理混乱的家世 让我佩服至极 能让你佩服的人 他的能力一定是毋庸置疑 那在葛代 进行休养的这段日子 就把家中的事宜 你交由折折处理吧 朱游孝 以广宁惨态为由 将辽东巡抚熊廷壁罢免 袁应泰走马上任 你们对此事有何看法 大韩英明 果然不数您所料 那民国皇帝 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 阿玛 儿子闻言 熊廷壁 曾将家财尽数焚毁 帅余部护难民入关 始为大义之举 而如今朱游教 竟将其罢免 实属是气中良 而重奸臣 大韩 那民国皇帝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仅仅是个傀儡草包 在正式的处理上毫无章法 如此昏庸无能之人 恐怕这民国也支撑不了多久了 是啊 阿布哈所言极是 这对我们与民国的战局 的确非常有利 大韩 不如我们就此顺水推舟 立即出兵 攻下民国 以那民国皇帝的秉性来看 大金此时出兵 有九成的胜算 对 是啊 大韩 我赞同立即向民国出兵 哈马 儿子也赞同 即刻向民国出兵 其他人呢 对 出兵吧 赞同 对 赞同 老爸 你觉得呢 儿子也认为 此时的确是出兵的大好时机 好 各其立即整顿军武 明日进军沈阳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今天回来都够晚的 大明皇帝 把雄廷璧罢之类 悠然 你说得一点都不错 大明这个新帝昏庸无能 他居然罢了雄廷璧的辽东经略 让原应太阶梯弃之 可见这个年轻的皇帝 果然没有识人的眼光 不爱江山 偏爱干木江活 又不好好读书 这样的人 用昏庸无能来形容已是厚道 其实说他祸国殃民 亦不为过 我 怎么了 咱们可说好的啊 你可不许撇下我 什么 不许装算 熊廷璧都这样了 你们怎么可能放过如此大好机会 我不管啊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哪怕是去沈阳也不例外 果然是瞒不了你啊 我们大金的队伍中 各个都是精兵汉将 此次出征与民国对横 你们可有信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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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功便成人 我们定当凯宣而归 为大金而战 为天下而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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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